电视台工作人员被蒙面枪手威胁 只能乖乖听力 或蹲或趴在地上 这一幕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全看傻眼 原本还以为是整人节目 后来才赫然发现 是暴徒持枪闯进了电视台 才因为大毒枭越狱 以及至少七名警察遭歹徒绑架 陷入混乱的南美洲国家厄瓜多 8号才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结果第二天又发生了一群蒙面暴徒 持枪闯入电视台的事件 电视台的直播画面显示 这群蒙面歹徒持枪 挟持电视台工作人员 并把他们控制在摄影棚里 有媒体指出整个过程中 还传出数声枪响 事件发生后 厄瓜多特警部队立刻出动 部署在电视台周围 应对可能的突发状况 现场气氛相当紧张 不久后厄瓜多内政部 透过社群网站官方账号发文 指出已经重新控制了 被蒙面持枪歹徒闯入的电视台 瓜亚接二警方也确认 有13人遭到逮捕 并公布了一群年轻人趴在地上 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的照片 由于厄瓜多总统诺波亚上任后 誓言打击毒品暴力 日前还颁布法令 把22个帮派列为恐怖组织 可能因此引发帮派分子不满 蓄意制造混乱 华市新闻综合报道 你好我是宋燕铭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 YouTube频道 Ons燕铭 感谢观看